女人被强行锁进人形铁龙 用绳子绑紧用铁链锁死 直接扔进太平洋里淹死 神奇的是女人断气没多久又活了滚 淹死复活 再淹死再复活 循环往复 在海底整整呆了500年 这种水形是16世纪对付女巫发明的酷刑 但对女人来说不奏效 因为她是永生人 女人名叫穷 她和同伴安帝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永生人 在发现自己身上这种杀不死的能力后 俩人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他们并肩作战几千年 为人类平息了无数场战乱 如此大意的举动一直受众生敬仰和爱戴 直到16世纪女巫猎杀时期 百战百胜的穷和安帝被认定为是怪物 因为人们不相信普通人可以做到百战百胜 于是把他们抓起来处以绞刑 安帝和穷拥有永生能力很快复活了 他们不死的秘密被发现 让人们更加坚定他们是怪物 于是对他们执行了一次又一次死刑 可不管是什么样的刑罚 安帝和穷都能在死后复活 教会觉得他们不能在一起 因此想出了一个惨绝人寰的酷刑 他们把穷关进制定铁龙中 决定放他到海水中间 立生与死的不断交替 无穷无尽不死不休 身为同伴的安帝拼命阻拦 可他的手脚都被铁链锁住无法脱身 眼睁睁看着穷受尽折磨 后来安帝找机会逃了出来 他一直在寻找穷的下落 可转眼500年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安帝却找到了其他三名的永生者 有着相同经历的他们心心相惜 组成了一个以安帝为首的雇佣兵小队 一边寻找穷一边接线任务 暗中做一些营救和保卫和平的行动 有了穷的前车之鉴 他们都不敢暴露自己永生人的身份 却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那次他们接到一个去南非营救儿童人质的任务 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安帝一行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事先埋伏好的黑衣人清洗而出 上千发子弹全都落在了安帝四人身上 很快他们就倒在了血泊里 黑衣人确认他们全都没了呼吸 此时的四人已经复活 子弹从他们的身体里自动弹出 枪伤开始愈合 他们活了过来恢复了战斗力 在黑衣人愣神间 安帝四人趁此机会下手反攻 他们虽然没有枪 但仅靠自身武力和冷兵器的加持 两分钟之内把眼前的黑衣人全部解决 安帝四人担心还有诈 把屋子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 发现竟然每个角落都藏了摄像头 他们永生人的秘密被完全记录了下来 这下他们才意识到上当了 此时摄像头的另一端 是中情局的调查官马克 他早就怀疑安帝一行人的身份 故意设了这个局 如今证实他们是永生人 马克准备将他们抓去实验室 研究出长生不老要造福人类 安帝也知道马克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于是他们找了个地方 把那天穿的衣服和工具买掉 准备先躲个一百年 等熬到这些知情人死去以后 再出来活动和相聚也不迟 本来他们已经坐上了离开的火车 准备到站后各奔东西 但当天晚上四人同时梦见了第五个永生人 一个身处阿富汗的美国女兵奈尔 在经历一次被敌军割脖虐杀后 居然奇迹般复活 不仅伤口自动愈活 疤痕也全部消失 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上级领导甚至要送他去德国做人体实验 安帝四人在梦境中看到了这一切 奈尔已经变成永生人是他们的同伴 如今他有生命危险 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本的一百年躲藏计划 去到阿富汗解救奈尔 好在安帝去得及时 在奈尔被送去做实验之前把他救了出来 醒来后的奈尔 发现自己在陌生人的车上 以为安帝他们是坏人 毫不犹豫跳车跑路 安帝发现了没有说什么 直接停车下来 对着奈尔一记抱头 奈尔是永生人很快就复活了 他立马起身跟安帝一决高下 然后一刀冲了刺进了安帝的肩膀 却发现安帝的伤口很快愈合 原来他们是一样的 安帝告诉他 如果他想知道永生人的秘密就只能跟着他 随后安帝带着他 回了他们永生人在法国的秘密基地 在那里他们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认识 现在他们一共有五人 奈尔毫无疑问是老五 他最晚来而且年纪最小 老四是布克 他已经两百多岁 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 老三尼基和老二乔差不多一千岁 他们是在十字东征军的时候认识的 俩人互相看不惯杀了对方很多次 却发现都杀不死就握手言和了 一番介绍下来 奈尔猜到这里年纪最大的是安帝 他今年已经六千七百岁了 他说起了他和穷的故事 那时他们被当成怪物抓了起来 他有幸逃走了 穷却被丢进太平洋到现在也生死未扑 大家的表情都十分沉重 担心自己被抓后也跟穷一样 遭到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 奈尔更是害怕地跑了出去 安帝急忙追了过去 安慰他不用担心 大家会一起保护他的 然而变故发生了 中情局的调查官马克带着人找到了这里 等安帝拿着枪回去的时候 见到的只有身受重伤的老四 安帝看着他要死不死的样子十分担忧 不停晃动他的身体 直到给了他一巴掌才让他醒过来 等老四复活以后 他才把刚刚的情况说了出来 其他两人已经被抓走去做人体实验了 得知人没跑远 安帝直接拿了一个兵器杀了出去 有着几千年战斗经验的他 出去一杀一个准 奈何这次敌人太多他杀不过来 老二和老三还是被带走了 但这也给老四争取了身体恢复的时间 在他伤口愈合的差不多时 带着奈尔穿越丛林区约定好的地方会合 刚到安全点 安帝觉得自己的肩膀很痛 掀开衣服一看 昨晚打斗留下的伤口竟然没有愈合 他意识到自己不死的能力消失了 他没有惊讶 因为他早就在很久以前亲眼见识过 一个部落的组长原本也是永生人 但在一次战争中不幸牺牲 从那以后他就知道 每个永生人都有可能失去这个能力 变回普通的平常人 安帝知道如今他到这一天了 不过他谁都没有告诉 就在他们调整升息的时候 马克把老二和老三送去了药业集团 他想让药业集团的科研人员 研究出永生的方法 老二和老三被他们疯狂折磨 直接在他们肉体上挖肉钻口 手段残忍简直丧心病狂 当马克来药业集团查看进度时 发现了他们不做人的实验行为十分心寒 他向药业老板发出了质问 但药业老板的真面目开始暴露 他是个商人只贪图利益 只想早点研究出永生药牟利 丝毫不管马克说要用这项技术造福人类 另一边安蒂一行人准备出发找老二老三 但就在他们要出发的时候 奈尔突然打了退堂 他想要回归家人身边 陪他们度过剩余的人生 不想跟着他们去出生入死 安蒂没有勉强尊重了他的选择 还把老四给他的手枪送给了奈尔防身 说完就去救人了 奈尔出于谨慎检查了一下手枪 却发现里面没有子弹 而刚刚安蒂分明说这枪是老四的 种种遗迹表明老四有问题 最终他还是决定去告诉安蒂这个消息 此时安蒂找到了马克 询问老二老三的下落 结果老四突然从后面给了安蒂一枪 安蒂不理解他为什么背叛他 老四却说他已经受够永生了 他只想让他们研究出要让他早点死 说着说着他发现安蒂不对劲 掀开他的外套一看 他的伤口竟然还在流血没有愈合的迹象 安蒂才将自己失去永生能力的事情说了出来 老四悔恨万分要带着安蒂去治伤 这时药业老板来了 他直接警告他们谁都不可以阻拦他研究 说完拦下马克 带着安蒂和老四回研究所 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奈尔就赶过来了 他说出自己永生人的身份 询问安蒂他们的下落 马克经过刚刚那一遭 已经彻底看透了药业集团那恶心的嘴脸 于是直接带着奈尔杀到了药业集团的研究所 奈尔凭借着不死之身 一路势如破竹地杀到了关押安蒂他们的实验室 但此时的安蒂因为失去不死能力 再加上老四的背叛 所以他情绪十分消极 奈尔立马安慰他 说安蒂领导的永生人小队曾救过无数人 这些获救的人里面有科学家有数学家 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有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会让如今生活变得更好 安蒂被这番话唤起了初心 他重新振作起来 即使没有一副不死之身为他挡子弹 但凭借着他几千年的战斗技巧 跟这些人过招完全不是问题 而老二老三老四也都一直围在安蒂身边 替他挡掉飞来的子弹 很快他们就打得药业集团的人片甲不留 逼得他们老板开车逃了 三个男人下楼去追 奈尔则陪着受伤的安蒂在楼上等 谁知那个老板使了一出调虎离山 他真正的目的是对付没有永生力的安蒂 他拿枪指着安蒂 奈尔不敢轻举妄动 眼看着老板一步步逼近 安蒂打了个暗号 奈尔立马抱着老板从几十层楼高跳了下去 俩人当场一命呜呼 不过奈尔很快就复活过来 刚到楼下的其他三个永生人还调侃 跳楼确实比电梯快 这是终于告一段落 马克答应帮他们保守永生人的秘密 然后继续帮他们接任务去保护世界和平 奈尔决定对外宣称死亡 正式加入永生小队 不过当了叛徒的老四却要受到惩罚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将他放逐一百年 等一百年后他才可以跟他们会合 可如今的安蒂已经失去了永生能力 到时候他们还能重聚吗 不管怎么说不客这一百年流浪是必须的 就他在流浪半年后 一个不速之客找上了门 而他就是失踪了五百年的穷